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get 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it was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it be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Hello大家好我是草醬 醬醬醬醬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 剪辑 作为一个好几年的视频剪辑爱好者 我总结了很多东西 然后全部都写下来了 重点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形成一个自己的剪辑思路 这个剪辑是针对于短视频自媒体 OK开始 短视频剪辑不等同于剪辑师 技术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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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把自己的视频搞得比较有特色 或者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呢 咱们抛开内容和拍摄 第一个就是拉片 不是那个橘橘的拉片 可以是你所有感兴趣的一些视频 都可以看一遍 比如说MV啊 电影电视剧 一些很有意思的 很优秀的短视频 嘿嘿 这不是在玩吗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暗黑 小灵异 我喜欢 反正就是视频的东西你多看 用书本上的话来讲就是 现在是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 看片子无处不在 反正你先看吧 你也别管剪辑了 你就先感受是吧 咱们先培养一个这样的习惯 OK 看就完事儿 第二步就是选择软件 电脑和手机有两派嘛 这是属于电脑的一些剪辑的软件 还有更多更高级的短视频 应该可能也许未来可能会用得上吧 现在用不上 电脑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 无限的堆积在上面 那手机有个好处就是非常方便 这个就是两个群体不同的需求了 电脑剪辑软件 其实不是说哪个哪个就好 哪个哪个就不好 合不合适最重要 我经过千挑万选 刚刚开始接触剪辑的时候 就用的是PR 所以说一直都比较熟悉这个软件 手机的话我也总结了一些非常好用的 OK 这是软件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到了剪辑思路 我是针对于自媒体来说 现在的视频是越来越生活化 大众化 和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的视频会更吃香 其实你可以去分类 搞笑幽默的视频 它可能是走剧情向 可能是走段子向 生活向的就是很随便 随手一拍 然后把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 这个东西不需要太多的剪辑思路 比如说段子向的 就特别需要剪辑思路 这种视频它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快 它的思路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文案式的 所以说它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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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根据这个文案 来配一些后期剪辑应该做的东西 关于剧情向的 短视频的短剧 它可能就是根据 故事的一个剪辑思路来 起因发展 高潮结局 或者是一个倒序 比如说咱们哔哩哔哩里面 有很多唱剑舞剑 他们这个剪辑就是纯 我觉得可以说是纯包装 卡节奏 时尚区的 就像我的视频 剪辑思路很简单 一个片头 有一些过场 然后一个片尾就没了 关于时尚类的话 可能画在包装上 整个视频风格的定调上很重要 它还是根据这个人的基调来定的 当然我说的这些好多好多类的短视频 并不是说 方方扣块的就得这样 比较有创意的视频 它是相互交叉的 视频的剪辑思路是可以发散的 事先准备好了这个文案 然后你拍好了 当你剪的时候 可能完全又不一样了 或者是你剪的时候 你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 你觉得这样会更有意思 那就按照你想的方法去做 当你拿到素材以后 善于发掘里面的因果关系 或者是一些对比关系 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你先以你原始的那个想法 或者是最普通的那个套路 去套你的这个视频素材 你在头脑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样子 然后你想一想 这个东西可以打破吗 怎么打破 从中间还是从最后 还是说它可以套进另外一个逻辑里面 或许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关于这个剪辑思路就是这一点 然后它里面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你的剪辑的亮点 第一就是节奏的把握 你会看到很多vlog 它可能是走的一个mv的风格 它就是在踩点 然后说白了就是在混减 但是它混减的是自己的生活片段 还有一个是包装的把握 单说时尚去的话 就比如说那种很细冷淡的风格 你看就高级高端大气 暗黑风啊可爱风啊什么什么的 它其实都是根据你的视频内容来定的 其实关于包装 我是建议形成一个个人的风格比较好 因为能记住你 大家一看这个视频 哦我知道是这个人剪的 或者是大家一看这个视频就觉得 对啊它就是这么搞笑啊 就是这样的呀 在这么这么多的视频里面 你要做到的是别人记住你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做的都是批量生产的东西 那有什么意思呢 批量生产的东西其实是有用的 就是它可以让你不那么费劲 对于你的整个竞争力 可以用这三个字来说吗 是没有好处的 多去模仿一些优秀的东西 然后从中发现自己的风格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视频的包装 要保持风格的统一 乱锅顿的话 处女座的强迫症们不得行 我受不了 这些以上的这几个方面 你明白了以后 剩下的是一些很琐碎的东西 但是这些琐碎的东西 就是很重要的一些零件 比如说配乐 音效还有素材 很多人给我私信问我去哪里找 OK我现在告诉你去哪里找 配乐的话 就是很多音乐软件都有很多音乐 找音乐最关键的是关键词 你要形容好你想要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风骂 然后你就去搜风骂BGM 你就会出现好多风骂的BGM 一种音乐风格 比如说什么old school New school 你不要漫无目的的在歌单里面找 没什么意思 还有个方法就是用你喜欢的音乐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不用去找了呀 我喜欢这个 然后正好和这个风格很符合 对这是配乐 像什么包图网 千图网 它里面有专门的音效区 只不过你要花钱 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然后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你就直接百度吧 比如说搜的音效搜音效 专门的音效网站是让你充钱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后期剪辑 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 去搞这个事情 是吧 咱们就直接百度了 图片素材的话 之前我出的一个关于剪辑的视频里面 说了有好多 比如说春节期间在修改系统的花腕网 非常好用 然后还有千图网 千库网 包图网 Sinsager Sinsager里面有AE的模板 很多视频的免费素材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的话 你可以去淘宝买 但注意啊 有一些淘宝卖家很恶心 有一次我去买 我想打个喷嚏 然后打不出来 好难受 OK 我想找一个去现场看演唱会的那种素材 然后有些卖家很恶心啊 就发给我的那种不是高清的 我想杀了他 一定要去注意这些卖家 然后多去看评论 如果你不是说你做的是商业的作品的话 没必要去花钱 就是说了那么多 关键在于你喜欢什么 发现自己的特点 可能有些人就要问了 我喜欢剪辑 我觉得剪辑很有意思 从什么类型的视频开始呢 不要手足无措 我个人的建议是从混剪开始 混剪是非常非常考验人的一个东西 就是做短视频的话 如果你把混剪剪好了的话 短视频真的很好做 因为它有个主题嘛 所以说你要用很多不同的素材 你最重要的是要统一 从很多方面来测调 你需要把素材全部都调成一个色调 因为你的音乐可能有一扬顿挫嘛 有一些音乐就让人感觉很荡 它可能就是一些冷色调的 激情起来就是暖色调的 当你选好一个音乐的时候 已经在自己的心里面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了 重容之重就是在于转场 我个人是很喜欢那种快准横的转场 肖是肖恩最开始的一部分 就是一个非常快准横的转场 它的动作可能没有连接性啊 但是它是非常快速的剪切 有一个节奏感在里面 还有一个是就是疯狂的石头里面 它有一段镜头是这样的 感觉到那个快准横了吗 就是超爽 就是那种 Oh yeah come on 这是电影里面的转场 转场分为无技巧转场和技巧转场 无技巧转场就是通过前期拍摄 来完成的一些转场 然后这些技巧转场呢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些方法 第一是你会看到前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人在拔键 下一个视频是把键拔出来 但是是另外一个视频 这种动作的连贯性 可以做到一个很舒服的转场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到短视频里面 还有一个是形状的相似性 可能前一个视频是一个大月亮 然后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瞳孔 然后再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颈孔 比如说一个钟在拼命的旋转 然后下一个就切到了一个自行车的车轮 再旋转 它们是可以很好的结合的 因为视觉暂留效果 这种转场出现在很多很多创意短片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声音的相似性 比如说上一个是瀑布的水声 然后下一个是水龙头的水声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形容啊 应该叫做内容的相似性吧 上一个镜头主角说到 那个医院真的是我见过所有医院中最恐怖的医院 那下一个镜头就是 已经在那个医院里面的一个环境了 有一个乘上旗下的感觉 还有一个是颜色的相似性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可能在整个画面里面 这个颜色占到了主体 然后下一个画面 这个颜色依然占到了主体 它们俩是可以连贯的 当然这种相似性是一种转场的方式 还有一种转场的方式 就是对比的转场 如果很学术的话 叫做蒙太奇 比如说有对比蒙太奇 你上一个镜头是一个特别闹 特别喧哗 可能是工人在罢工 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人 在一个非常空的一个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声音 就比如我刚才说的热闹 安静 空与乐 富与虫 视觉的一个反差 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变化 怎么说呢 就是利用挡黑来进行过场 一个流动的镜头过来以后 突然就黑掉了 然后下一个镜头 就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了 为什么会提到混减 可以把里面某一些东西提取出来 用到你的视频里面 一点点改变就很不一样 跨界很重要 打破套路很重要 如果你要学习剪辑的话 就是尽量以玩的感觉 谁说一定得这样 那我就这样怎么了 我做出来还不是有人看 当然有一些它可能是公司操作的 会有一个固定的剪辑 这种的话是作为工作来做的 我们是以剪辑为兴趣来说的 就是一个想去做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的风格可能大家会感觉到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整齐波 其实我慢慢慢慢的都有过度 都有变化 喜欢的东西会在变 就是不要去害怕去尝试 因为没人知道你做了这个东西 你可能做出来失败了 那你觉得真掉了 但是你在里面会 起码你摸了一下剪辑软件是吧 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体验在里面 就是你的那些体验 比我说的体验还更适合你自己 莫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句话 我就觉得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如是而已 不要有任何的抗拒 保持新鲜感和敬畏感 OK 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 希望你能喜欢我 喜欢我 喜欢我 然后我们来个一条龙 好不好 OK 接下来就是 我从我的家乡带来的KTV时间 拜拜 拿起我的话筒 我给你的话筒呢 我给你的话筒呢 掉了 车位 上网欲都听了 露鱼灯还黑热 剩下你的冷漠 把玩着寂寞 电话还没播 已经口渴 为你熬的也都冷了 熟的羊都跑了 一个 两个 烧香火 笑我耳朵 失灵的 笑我放你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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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穿街过河 好近只有片刻 生命都会掉落 风吹走云朵 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 岁月风干我的执着 我还是把回忆紧握 太多都散落 散落太多 好晚的 难过是你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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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 任由我独自在家 美与现实 极限了难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 等我勇敢 你还是我的 我的 我的 你看 浪漫无处消磨 无聊伴着生活 空荡荡的自我 莫名的焦灼 世界顾虑过 愿它稀落 我只保持我的沉默 明白什么才是好的 坏的 都散落 散了太多 无关的 散落后 我醒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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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 走得好慢 任由我独自在家 美与现实 极限了难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 等我勇敢 你还是我的 我的 我的 你看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 走得好慢 任由我独自在家 美与现实 极限了难 过了很久 终于我远抬头看 你就在对岸 等我勇敢 你还是我的 我的 我的 你看 暗门无处笑 模糊了 伴着生活 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 随着鼓励我 任他喜乐 我却保持我的沉默 明白什么才是 好的 坏的 都散了 散落太多 破坏的 散落后我醒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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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急 痴急